好 今天的台灣大早市之前呢 先邀請大家來幫我們按讚應援 謝謝大家今天持續的來幫我們支持 幫我們加油打氣 另外呢 我們剛剛說到了一個有關疫情的最新消息 差不給大家知道 有一名呢 家住在台北萬華的六旬理性富人 她之前就因為說身體不舒服發燒 去快篩之後呢 發現她確診了 結果昨天晚上10點多 大家就開始聯絡不到她 因此呢 警消就到住處去破門而入 這才發現呢 她已經倒在地上 沒有呼吸心跳 送一急救 人宣告不治 那麼死亡的原因呢 是否跟疫情有關 現在還在調查當中 另外呢 我們說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很多縣市的八大行業呢 其實都是有條件的 比如說限制或者是不能開 那麼八大場所呢 現在基本上是暫停禁止營業 沒想到呢 台中有按摩店 打出全程戴口罩開門營業的廣告攬客 就讓附近的居民覺得很恐慌 市府最重開罰15000元 另外在彰化的部分呢 居然有酒吧開張 結果呢 六個人群聚店內都沒有戴口罩 當然民眾也擔心 別的客人也擔心 成為防疫破口 有在營業嗎 有沒有在營業 防疫期間酒吧近海亮燈 八台座四名男女還有兩名調酒師 不過老闆卻反駁沒有開張 沒有嗎 那這些你們是 老闆之說是朋友聚會沒有開店做生意 但外頭招牌這麼亮很難不誤會 八大場所不能營業就包含酒吧 對 酒吧未在彰化 因為新冠肺炎疫情 八大場所禁止營業 機查過程中發現四家夜店一家KTV 停業後又偷偷開門 罪告將重罰三十萬元 裡面大概有六個人 然後多數的人都沒有戴口罩 我們是懷疑有營業 所以我們就把現場狀況記錄 然後移請縣政府做裁罰 除了彰化 台中西屯區一家按摩店 竟然也無視疫情 門口跑馬燈全程佩戴口罩服務 不用擔心 引起民眾恐慌 還是會怕感染 那口罩裡面是比較密閉式的東西 的那個空間 還是會有餘裕 如果這個按摩店繼續營業 我們當然會依照傳染病防治法 來開罰 再加上昨天娃娃機 總共十三個行業 總共是二十四個行業 都要急著暫停營業 按摩店非法營業市府最重 將開罰一萬五千元 畢竟疫情當前任何防疫破口 都不能放過 記者台中彰化綜合報導 好 接下來呢 感謝大家熱情的抖內 謝謝我們的中凱流 確定又控制不住疫情 讓我想到了印度 Oh my God 我今天呢 等一下1600到1700的 真心話大冒險 就要來聊印度 來聊新加坡 來聊越南 來看一下大家當時疫情 怎麼守得住 為什麼現在守不住了 謝謝我們的 傑米流 寶寶主播出門搭車 要戴口罩 保護自己 保護別人 今天你 保你一天平安 沒錯 出門就要戴口罩 我們在辦公室也會戴口罩 只是我現在播報沒戴口罩 但所有人都戴口罩 因為現在 只有我在這邊 OK 好 如果你身邊有人的話 大家還是把口罩給戴上吧 好 另外呢 阿勇 謝謝你的抖內 喔 這一連串有點長喔 病毒在磐石軍艦 就已經擴散了 只是雙重標準 來隱瞞一些問題 是不是 然後呢 他覺得說很奇怪 台灣確診都在國外驗出來 然後又推到 飛機上感染 無止境 他一連串 點出來了 都是隱瞞 想甩鍋給獅子會 哪知道 獅子會場直接 坦白 甩鍋甩不成 然後疫情就爆了 現在呢 開始瞞不住 他說呢 開始不再兩點作秀了 好 待會呢 中央流行引起準備中心 這個如果開記者會的話 我們會隨時為大家插播 另外呢 Leopold Leopold 富 有點難念 好 來 昨天呢 遇到了一個外送員 可能太累太熱 口罩沒有戴 態度也不好本來想投訴 但想想算了 應該也是體諒他們辛苦啊 希望外送朋友也多注意 好 外送員的防疫也請大家 給他們多一點鼓勵 這段時間真的是辛苦了 的確這個時候需要大家的體諒 也需要大家的自律 好 希望大家呢 真的要做好勤洗手喔 來 我們繼續來關心台灣大小事 但是呢 看到這個狀況真的是會大家覺得 有一點不好啦 口罩呢 要就戴好 不戴口罩 你就不要出門 本土疫情現在已經這個樣子了 還是有人不甩防疫規定 宜蘭有一名富人口罩她戴了 但就戴一半 那大家就勸她幾股呢 她不聽勸 還硬要進賣場 店員真的也是跟她拼命了 肉身攔阻報警處理 那麼台北呢 是有一名男子 口罩你就戴在下巴 那不等於沒戴嗎 連逛兩間百貨公司 然後呢被警方壓制一查發現 她居然是通緝犯 灰色上衣的富人 被店員從背後抓住人不斷反抗 並立刻用膝蓋將富人壓制在櫃台 聽到警察要來 富人越來越激動拼命掙脫 但人被店員緊緊抓著 就連褲子也都快掉下來 原來這名富人進了宜蘭這間連鎖賣場 口罩卻只戴一半 店員上前勸阻 沒想到富人不僅不配合 還堅持要硬闖 店員只好一肉身阻止報警處理 如果民眾看傻眼 將過程全拍下 沒有配合的 我們就是離她遠一點 影片在網路上引起熱烈討論 網友罵翻戴好口罩很難嗎 真是丟臉有害群芝麻 但也有網友歪樓留言 請支援輸贏 同樣不甩防疫規定的還有她 逛了兩間白貨公司 口罩都戴在下巴 櫃姐保圈上前勸導也都不聽 直到警方上門才趕緊戴上 但還是不配合盤查 兩名員警立刻將牌壓在牆上 帶回警局偵辦 沒想到一查身份 竟是一名通緝犯 本土一起蔓延病毒隨時可能找上門 但卻還是有人無視防疫 就怕成為破口 讓病毒四處擴散 若勸導不聽更可能被疫傳染病防治法開罰 最高一萬五千元 記者林醫生彭新美 宜蘭報導